咖啡華想回復 面對社群上的言語暴力 教孩子不能落井下石 黃醫師 這些3C網路 電腦 現在就是 就是充斥在整個社會上 也是我們必備的一些東西 可是如果像小朋友 在網路上或社群中 遇到一些比較負面的評語 我們要怎麼樣叫他面對 你要讓他知道 這世界上本來 就不可能每一個人都 所以如果你今天在網路上 碰到有人跟你意見相反 那是正常的 你第一個是要了解這個現象 再來呢 如果這個負面有理是針對性的 對 有點 顯然就是霸凌你或是說 也不是說霸凌 就是故意要嘲笑你 或是捉弄你的話 那讓孩子至少知道說 而不是說 你就白目 你活該 你在網路上給人家貼人家照片 他這樣欺負你 那本來就是 你下次不要再這樣做 那其實孩子有時候覺得說 我現在就很難過 那你又再給我落井下石 基本上我們就讓孩子知道 我跟你可以一起面對 而且爸爸媽媽有經驗 我們在網路上的時間 比較成熟也比較久 那再來就是說 那當我們在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與其很多人的選擇方式是 拐彎抹角 就是說叫另外一個同學跟他講 或幹嘛 其實在網路上你可以很直接 你就告訴他說 我不喜歡你這樣講 而且甚至你也可以糟糕我騙一下 就是在公開的群組講也沒關係 不一定要私訊 那他知道說 講這句話我真的會不舒服 但是你可能不要再落入那種 互相攻擊的狀況 了解 就是你罵我我也罵你 你罵我罵你 那是浪費時間 人生也不是這樣 所以大人自己要成熟一點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如果對方真的已經進入霸凌的狀態 也就是說他在上面散發你 不識的照片 不識的言語 而且到處殺 那已經造成你的孩子不敢上學 或是已經人際關係受到很大影響的時候 他們就也是走法律途徑 因為網路上本來就有一些 網路的法律跟禮節 那這些負面言語我們要特別提醒 有的時候它雖然不是在公開的場面 就是公開的網譽 比如說臉書或開地球 也許不是 它是在你們自己班裡面的 這樣一個群組裡面 其實剛才講的這些也都適用 因為整個群組裡面 就是你最親密的同學 跟老師 所以造成人際關係 當然也是對你是最切身的 那原則上我們還是按照 我們剛才所講的方式 來跟孩子一起面對 了解